幸福好时光 好我们今天来讲的问题 跟大家的实际生活切身相关 刚刚在讲什么样的装潢 你最好要考虑一下 不要乱花钱 现在要来讲 升息房贷负担变重 那你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尤其对于自住客而言 那我们请到了 这个房产界的网红 地产秘密客 好两位请介绍一下 因为有两位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地产秘密客 我是Tim 我是Sam 你这是学什么 学那以前什么Tweens 我们是地产界的女子团体 好他们两位都是非常资深的 年轻啦 但是那个在业界资历很深的 房地产的记者 曾经在苹果日报跑过房地产 而且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 有一件很伟大的故事 当然不好意思你们的老东家 现在只剩下网路版嘛 可是到底是谁先离职的 是Tim先离职的 当时就是开始裁员了 对不对 对我们那个时候很夸张 因为其实苹果本来就有一个传统 就是咬苹果 它一年本来就会咬一次 就是会裁一次 然后淘汰可能5% 就是不适任的员工 其实这是大公司的规则啦 对就是我们一直都觉得还蛮正常 但是后面几年就越来越不对劲 就是每个月裁员 他从就是一年 那这样没有钱 你虽然说不要口口声声是钱 可是企业没有钱 慢慢收入不够就是这样 你没办法要体谅 对后来就是从每年裁一次 然后变三个月裁一次 到最后每个月都裁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觉得大事快不妙 这就是告诉你最后会总裁了啊 的确是总裁了 我们那个部门本来有 全盛时期大概有二十几个人吧 因为本来广告是要靠地产的 对有一阵地产很好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全盛时期 每个月业绩都还有破一 然后破一还要开检讨会 不是庆功会 不是是还要检讨 你看那时候事况好成那样 破一还要检讨 破一还要更强 对每个月破一还要检讨 然后后来看 眼看苗头越来越不对之后 Tim就说那不然他先出去试试看 然后我先留在公司这样子 他就想说这状况不对了 我先出去试水温 我要自立 不要依赖一个公司 请问苹果日报当时记者的薪水 一年有百万吗 其实我们的pay在业界里面 其实也算是比较好 但是当然还是没有到百万 但是我知道最开始进去那一波 他们可能会有 就是被挖角过去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 刚好政府那时候有一个德政 叫做22K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薪水都是22K 而且你们也不是什么有资历的记者 就是一进去新闻科系毕业 然后选择房地产当成你的范围这样子 对就是22K 好继续在说你们那个感人的故事 你们自己说 对因为当时我就是选择要先离开报社的时候 其实当时是我买第二间房送给我妈妈的一个礼物嘛 那也是准备要缴第二间房贷的第一个月 然后我就跟Sam说怎么办 就是有点担心 因为下个月房贷不知道怎么办 那年你几岁 其实你很能干 那时候已经第二间了 虽然房贷都没付完 其实也才两年前的时候 那也不小了 对对 姐不要这样 你刚不是说我们年轻吗 跟我比起来似的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巨蟹座就比较害怕 就是会改变嘛 然后所以我就打给Sam就哭着跟他说怎么办 我要缴房贷了 我有点担心 但是我不得不 对 然后Sam就非常的好 他就说没关系 为了保障我们两个都有薪水 那我把报社的一半薪水分给你 对 怎么有这么好的朋友 我真的跟你讲 我如果以前遇到这么好的朋友的话 我现在房子一半分给他 真的吗 我想做时光机 我想当地的好朋友 对那其实也蛮感谢Sam就是一路来给我蛮大的支持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个南光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为了拼地产秘密课 每天就只睡三个小时 因为除了报社工作之外还要再做自己的东西 可是你们那时候也不是什么网红对不对 等于是要刚开始的网红而已 对未来应该充满了惶恐 而且也不知道说到底谁要来看 所以刚开始也是从YouTube开始做起的吗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那个时候是皮克邦的部落格 那很久了 对非常非常久 对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都还不是网红 姐那时候就已经是超级大名人物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做了很多事但是其实很难被看见 所以更要努力去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去尝试看有没有方法可以让大家认识地产秘密课这样 那我可不可以跳跃一下什么时候两个人 后来连你也走了嘛 后来公司就毁灭了 你是来到公司毁灭然后撑着那份薪水这样子 看能不能两人能活 那可是你们两个原来什么关系 表姐妹还是亲戚啊还是 我们两个其实原本是大学的学姐跟学妹 谁是学姐 我是学姐 不要讲那么心虚大一年吧 对但是其实我们年纪是差不多 我们同年次的啦 但是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不熟 因为大家可以Google一下Tim的照片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地产秘密课要来谈生习 不过我们先来谈感人的故事 那学姐 就是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跟Tim并不是太熟 大家可以去Google看看地产秘密课Tim的照片 就会发现他长得很高傲 所以好可憐 我只是轮廓比较深好不好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他一定是混血 一定是又长那么高 对不对 家里没有外国人啊 真的没有 我跟你讲偷生的 对不起 请你不要原谅我 对我有时候在走在路上都会有人说 跟我说英文 你长得跟你家人像不像 跟我爸爸蛮像 我爸爸的轮廓蛮深的 那我跟你讲 那就很可能跟我先生家里家族 因为他长得跟他们家的人完全不一样 他看起来也很像那种 我是觉得他很像西西里岛的黑社会这样 因为以前很安全耶 比如说我们去墨西哥边境的时候 带个那个就完全像个保镖 你知道吗 后来发现他们的外祖母 还是外甄祖母 有荷兰人 你们应该也是 对但是我去泰国的时候很受欢迎 因为当地的他们都以为我是太白 就是当地的那个superstar 我去泰国的时候 很受欢迎 好那个高傲然后呢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一直都不太熟 但是大学VA后我们就前后就进了报社嘛 然后在报社以后我才发现他反差萌很大耶 就是他本身的个性跟他的长相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对啊后来就经过十几年的共识 然后就累积了深厚的感情这样 因为那个我觉得人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善良 黄大米那时候 黄大米非常好笑 他每次介绍朋友给我 他就只有第一句话说 我跟你讲 这个人非常善良 后来我就发现说 原来他跟我都是乡下小孩 你知道 乡下小孩看人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他善不善良 这个很重要 对这很重要 好那后来呢 你们就有了这个友谊 然后你把薪水分一半给他 对不对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 这个我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没什么 因为真正辛苦的是他 因为我毕竟还是在公司里面 其实我还是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 但是他很辛苦 可是你有家要养啊 对可是因为相较之下 他也有房贷要付 其实我们的经济负担是一样的 可是Tim那个时候 他是要负责去开疆辟土的那一个人 比起来我做的是十几年来都是一样的事情 懂你的意思 其实因为他在外面做的这件事 你也有股份啦 一半 所以你把已经固定的薪水就二分之一 那一段日子有过得很苦吗 那一段日子其实我们就是都还蛮辛苦 就是像他的话 他就是要负责去开创事业嘛 那我就是白天先忙完工作的事情 就是公司的事情 然后晚上还要再继续做 就是自媒体就是地产秘密课的东西 所以那是一段蛮辛苦的时光 而且不一定有人看见 我知道那个感觉 有人看见你都不会辛苦 你会收到反馈啊 说不然未必收得到钱 比如说我们做Podcast根本没有钱啊 可是你会收到反馈 可是那个状况真的不太一样 因为你是从零开始 你本身没有带流量 对就是蛮心累的啦 但好险我们就是就一起走过了那段时光 而且我们身边很多鬼人 包括丹如姐 对啊 真的非常感谢 没有 我姐是看人善良 最近这几天才证明说 善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不是升息吗 对不对 不知道已经第几度了 这是第几度 第三度了 美国是即将第四度啦 对不对 然后这个美国后来升最后这次升息的多少两码是吗 今年应该已经升息了15码了 总共15码了 对 我听说在美国你买房子借钱现在要7% 所以现在他们也觉得说是不是这样收的有一点过分呢 大家就经济就会没有人要借钱了嘛 就很尴尬了 那我们这里的升息呢 你们 我们现在这里升到多少 房贷的利息是多少 台湾的部分今年虽然没有像欧美一样升得又快又猛 但是台湾今年已经升了三度了 就是总共有两码 那分别在3月17号的0.25% 然后6月16号升息半码 9月22号升息半码 那明天会召开第四度的离间市会议 目前看来应该有可能会升息半码 半码的意思是 0.125% 那现在是最低的利率是1.81是吗 对1.81% 那如果再升息半码的话就会来到1.935了 对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首先有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 也就是说 刚刚说美国已经升息15码了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这里呢 到了明天可能才升息两码半 那15比两码半呢 你觉得这个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我们这里一通膨没有美国来的严重 二呢 我们真是一个出口国 升息对我们的影响一定会比较大 所以不可能这样一直的无限制的升息下去 然后压抑我们的经济上的发展的可能 可是那目前的对自住客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半码的话 半码显然影响不大 1.81跟1.9多差不多 对因为其实去年史上最低利率是1.31% 就是有买房子的人都非常的了解这样的状况 那今年呢已经三度升息了 那现在的房贷利率来到了1.81 每个月呢 原本你如果是1.31%的话 你的每月还本大概就是47000左右 那已经升了两码就是已经到了49000 所以它的价差就是其实一个月 光本息摊还 20年的部分就要多2000多块 那一年就会多大概3万多 这是借多少 这个是借1000万 对如果你是房贷1000万 所以最近有房租的人 今年一定都收到了那个就是银行的发信 跟你说我们要升息咯 尤其其实我欠很多钱 我借了很多房贷 那1000万就多了一个月多2000 2000多块 那如果我借了8000万呢 那你一个月就多了16000多 谁把薪水分一半给我 对 好啦那么开玩笑 这玩笑真的不好玩 一个人能够借8000万 表示他的营养性又很好 对啊 应该没办法借到8000万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那这个影响 听起来难道我们要说对影响有限这样吗 因为其实除了负担的房贷利息变多了以后 其实对自助客还有一点影响也非常大 就是其实今年央行已经两度调升了存准率 那存准率是什么呢 它就是存款的准备金比率 也就是说银行资金不能用于放贷的比例 那人们把钱放到银行之后呢 银行就不能把存款100%的挪用 幸福好时光 好那有很多资讯上的讯息要告诉我们 刚刚我们讲到存准率的部分 存准率其实简单讲 我的解释就是银行它可动用的 因为有一堆要自己存起来 那本来如果是只有10%好的时候 你就有90%可以放贷嘛 那现在如果变成20% 你就剩下80%放贷 那外面的这个钱会变少 它贷款要挑客户了 对没错 根据统计呢 其实全体国营的资金呢 预估至少因此被冻结了千余亿元 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 所以现在银行它在乘坐放款业务的时候呢 资金其实是非常吃紧 进而去影响到很多客户的借款 像我朋友最近他要买中国要贷款的时候 因为夫妻的职业都是造型师 那他们的薪资在账面上看起来就是比较低 结果最后估下来居然只能贷到6成 所以近期如果是有要准备贷房贷的朋友 真的要特别留意要培养贷款的体质 那要怎么去培养贷款的好体质呢 其实就是要多跟银行往来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他又没有信用卡 请问怎么往来 其实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信用卡 你如果没有信用卡 没有在每个月固定还款 银行反而不知道你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要借钱给你的时候他反而会害怕 但是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话 每个月都有准时在缴款 那他就会知道说 这个其实对你的信用评比上是非常加分的 比你什么都没有来得好 是因为自由业很难解释 对 因为像我们身旁真的有朋友 他就是连一张信用卡都没有 然后他先生是有房贷 就有信贷的 但是后来反而他先生的条件还比较好 对 两个人其实是一般 一般收入 所以我也觉得有没有信用卡这件事是挺重要 否则的话你在有些地方 你房钱还不只要付房钱 你要拿一笔钞票去抵押 饭店要付很多钱 然后出来他还要把钱赎给你 因为他怕你破坏他家的东西 用信用卡压 事实上容易很多 那么除了负担的利息变重 央行有两度调升存准率 那这看起来对于房市应该会往下压 对不对 那也有很多 我看赖里面我们有仔细点 他说哪一个地方的房地产松动了 你们在外面这个市场跑来跑去 有看到哪里的房价有下修吗 目前看起来就是比较蛋白区 蛋壳区的区域 之前可能房价过度飙涨的 就是这样的区域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房价的松动 那像我们之前知道就是像高雄 就是比较蛋白区的部分 他可能原本的房价大概十几万 但因为疫情影响跳空到三十几万 但对最近的确价格有一些下修 可能两到三成 但是有到十几万的一个水准 好像目前看起来还在撑 那以台北市来说好了 价格还是非常贵 因为我们常说现在台北市 没有破百万的区域 大概只剩文山区跟万华区了 对其他都已经破百 连以往被视为 这讲的是新屋了 对预售屋的部分 以往被视为就是北投 这种比较北市的蛋白区呢 现在目前也破百的行情 我那天好像问敏婷说 那个有一个大建设公司 在那个士林推了一个大案子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行情 我说那一瓶多少钱 然后后来我还给你一个非常惊吓的头像 那就是多少钱 开价是150万 那是在一个鸟没有做 真的很喜欢竹草的地方 150啊 对不过它基地是挺不错的啦 就是中山北路第一排 对然后基地也蛮大 可是挺远的不是不是 是离士林站不远 只是因为我们以前都觉得士林应该 总价应该也不会太高 可是目前看起来 单价150应该也是区域性高了 对 为什么是因为有那颗蛋吗 应该是因为北施科重画区的关系 跟那颗那个可以演歌剧的蛋没关系 对共玩吗那颗 对对共玩共玩 好那么所以那中南部呢 那个像我一直觉得台中的开价 我不知道实际成交怎样 可是我看他们的实价登录 还有目前的开价 比如同一年哦 比如说跟今年的一月比 然后就年底的开价 还是比一月的时候都高好多好多 同一个栋楼会高上三成 大家还是开很高啊 对因为其实预售物跟中国物的情况 有一点不太一样 因为这几年碰到疫情 然后又有供料双涨的情形 那建商它的取得成本 其实是没有下手的 那建商的成本有哪些呢 第一就是土地 那第二就是营造的成本 那营造的成本又包含了建材 还有人工 那以上这三点呢 目前市场上来看 价格都没有下调的情况下 而且还有可能会再上涨 那建设公司他会担心说 如果他把房价往下修的话 会发生可能入不敷出 然后房子盖不起来 可是中国物也是这样耶 是不是谈价空间大 然后大家都开一个高价在那等着 给你杀 其实中国物的话 静奇老师说他的议价空间是可以比预售屋还要再高一点 但是屋主心态就是这样嘛 隔壁预售屋卖100的时候 我好歹我也要追上90啊 所以他价格当然是会开在那 那会不会就是有一个就是比较高的议价空间 那就要看屋主的状况 他有没有实力可以撑住那个价格 我个人因为我有替朋友最近呢 其实我真是个常进人 因为他们会来问我说那这要出多少价格 我是知道连台北市的中古屋或商业的大楼 全部都有下修的状况 因为大家很怕生息 那生息之后怕别人贷不到款 房子就难卖 所以价格很好谈 以我最近呢帮我的朋友 没关系我没有告诉你是谁 买了一个中广附近的一个商用楼 它是一个健身房 你一听就不是很小对不对 好等一下 好那我刚刚说的我就简单讲 就是有一个开价4600万的二楼 就蛮老的房子 但他在相当的鼎盛的商业区二楼 那在一楼有门面进去的那种嘛 那他的本来开价是4600 反正后来我帮朋友杀了老半天 结果真的成交价格不到3800 哇 真的差太多了 各位不要来找我杀价 虽然我挺狠的 可以教一下我们怎么杀价 这个溢价率太夸张了 我刚算了一下17% 对对 所以我就说 我认为就是开价虽然还很高 但是其实因为急需要用钱的 或者是他已经买了新的东西 想要把旧的卖掉的 他其实是有相当的空间可以杀价 我不能说各位不要太仁慈了 但我意思是说 现在溢价空间挺大的 对 时机真的比较不一样 所以你说这个预售屋房价 基本上不太会下修 这我也觉得有可能 为什么因为通膨还在持续吗 其实很多人之前他们先卖掉 因为预售大概赚个15 20%吧 但是工钱或者是建材 涨的幅度超过这个 建商就会揣一弹说 我这样盖完是不是会赔钱 这可能性很高啊 是不是 那么如果要进场 买自住房 那投资客我们不要理他 反正他们自己有一套很厉害的 只是价格的问题 还有投报率的问题 那么自住客买房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其实买房子最重要 还是房子的地段啦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房子就是一定要买在市中心的蛋黄区 但是会觉得蛋黄区这么贵买不起 所以就一直拖延自己的买房计划 但是其实也不是这样啦 每个区域都会有自己的蛋黄区 那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话呢 还是可以在蛋白区当中 去找到他的蛋黄区 那其实他的房价 一样也会有保值跟增值的效果 而且老师说蛋白蛋黄很难讲啊 因为有一些 我觉得还是一个距离的问题 比如说你说大值啊 这以前也是个蛋白区不是吗 对不对 如果你的蛋黄是中小东路 三段四段的话 对没错 其实蛋白跟蛋黄的概念 有时候也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不一样 其实如果我们再倒退到几十年前 当时信义区搞不好都还是蛋黄区 万华才是蛋黄区 对没错 所以其实眼光精准的话 还是要看未来这个地方 有什么发展性 那除了在地段的层面啊 产品的部分 如果你是在看预售屋的话 就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建商的品牌 还有营造厂的口碑 因为这几年刚有提到 就是后疫情时代 在供料双掌嘛 那最近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型建商的倒闭潮 那我们自己也有粉丝去收到建商要求说 营造要加价 要追加这个工程款的情况 那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呢 要不就是解约 那建设公司也摆明说 可以这样哦 因为他们当初成本没有算好 所以如果住户都不愿意假假话 他们要倒闭了 我就要烂尾这样 真的是黑社会吧 都可以这样吧 所以消费者一直处于弱势的状态啊 那怎么可能同意呢 这个一定不同意啊 可是他就这样给你烂尾 而且一个烂尾 大家都看到曾经的财神酒店 一烂尾三十年 所以其实这个粉丝后来还是同意了 因为其实他们当时买的价格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价格 就算再加了工程的费用上去的话 其实旁边附近的新建案价格 都已经超越这个再加价上面的价格 所以其实我最后听说 他们好像大部分的住户都同意再追加 可是那他如果又再追加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问题不是同意那一次啊 那这个其实就是对消费者来说 就是比较缺乏保障 所以大家就是最近最好是挑选品牌建商 因为他们比较爱惜羽毛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现 品牌建商的意思就是说 但有些有的品牌建商 他们有盖很好的房子哦 对不对 然后真正的品牌建商啊 什么大陆工程我也买不起啊 太有品牌了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 就是除了他本身公司的体质要好以外 他盖出来的房子口碑也要好 那如果是就是已经有一好一段经营历史的建设公司 可以去问一下就是之前住在里面的住户 他们家的房子盖怎样 因为房子盖得好不好 住过的人最知道 那其实现在网路时代嘛 Google搜寻一下 其实也都蛮容易可以找到相关评价的 好这两位地产秘密客呢 其实他们真的之前奋斗史挺感人的 女人跟女人之间有这种友谊 你一定要给他按100个赞 而且我觉得你们在当这个地产网红 最近也浮出台面来了 对不对 你看就是其实任何实力都是日积月累的 你们的那个地产秘密客 那堂客叫什么名字 聪明买房的地产秘密客 所以也在那个某一个平台上了 大家可以去搜寻 目前已经有多少人加入这个课程 所以可见想买房子的人还是需要有专业知识啊 对目前应该已经有4000多人了 对 对募资应该有1万多percent 对 那个1万多percent就先不要讲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原来订的计划太低 就会30人 姐你知道的 我们本来目标就只有这样而已 对因为我们觉得现在房市景气不明朗嘛 对啊 我们要笑这种声音 开个课在线上想要说30人是吧 对我们本来目标就这样而已 对但没想到其实反应蛮好的 因为发现其实现在还是蛮多自住客 有看房子的需求的 对 那其实现在目前有这样子的线上课程 算是蛮少的 其实与其问人乱买 你不如就是自己进修一下 有一些东西你一定知道 那其实有些课程 我说真的就几千块钱吧 对不对 有的还更便宜 但是你买一个房子是几千万 或几百万 你买错了人生很惨 真的就是几千块就可以让你 可能可以省了几百万 甚至几千万 我觉得这个CP值很高 那你再提醒一下 如果没上课的 还有什么要买自住房 有一点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 当然现在因为市场上 有很多小坪数的房子嘛 那小坪数的房子可能就会面临到 他单层可能会有20户 甚至我们有看过单层有40户的 那这个会有什么问题点呢 第一个你可能面临就是你的房子是单面的采光 那采光性比较不好 加上你的空间上面会相对比较狭窄 然后另外呢 就是因为单层户数比较多 所以你出路上会相对比较复杂 那所以建议如果你是因为总价考量 想要买小坪数的建案 其实市场上还是有那种单层四户到六户的设计 相对比较单纯 不要买那一层二十户的 看起来就很像一楼一缝 对不对 对 而且那个其实遇到那个二邻居的风险又会更高了 对 我买过小套房 而且其实还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如果小套房间数太多的话 歌音都非常非常差 你只要放个音乐隔壁都会哼起来 非常谢谢地产秘密课 好谢谢单人姐